大家好 中国的祝荣号终于发挥了两张火星照片 德国不少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做了报道 现在翻译出来 与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是德国明镜周刊 因为它的读者留言最多 祝荣 中国的火星车发回首批照片 中国的火星车在红色星球上行驶了几天 现在首批图像到达地球 这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的前奏 中国火星探测器祝荣首次向地球发送的图像 所有系统都在正常运行 中国国家媒体报道 其中一张显示了登陆红色星球后的探测器 另一张是祝荣和登陆器的分离 上星期六 中国首次成功着陆火星 天问一号轨道飞行器 也按计划到达围绕火星的轨道 确保与地球的通信 这也使得图像能够到达地球 到目前为止 只有美国成功地将火星车送上火星 在20世纪70年代 苏联的一个探测器也登陆了红色星球 但很快就中断了联系 在火星上登陆被认为是非常困难的 到目前为止 所有尝试中只有约一半是成功的 6个轮子上搞科研 中国的火星任务是去年夏天发射的 三次火星飞行中的一次 阿联酋和美国也发射了航天器 美国的毅力号火星车 已经在2月份着陆并开始工作 中国的着陆器在乌陀邦平原地区着陆了 以中国火神命名的六轮车 祝融将进行至少三个月的调查 火星任务远不是中国唯一的太空项目 就在来自火星的图像 到达了几个小时前 一枚长征4号仪火箭 从郭壁滩的九泉航天基地发射 将一颗海洋观测卫星送入太空 本来天州二后火影飞船 预定中国时间5月20日凌晨1点发射 但据中国载恩航天办公室消息 因技术原因推迟实施 发射任务时间另行确定 希望也能发射成功 德国知事现在我来说说 本来天州二号火影飞船 预定中国时间5月20日凌晨1点发射 但是据中国载恩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因技术原因推迟实施 发射任务时间另行确定 希望也能发射成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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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反外国 中反外国 用肉眼看吧 很快就只有中国一直留在太空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航天中心 及中国海南岛的文仓 正在为即将发射的前往中国未来空间站 主舱的货运飞船做准备 长征7号型火箭计划于欧洲中部时间 周三19点30分发射 在现场将是凌晨1点30分 然而中国还没有正式确定这个日期 警察已经封锁了航天中心周围的交通 这表明发射可能即将开始 这次发射任务是为一个自4月底以来 在太空中的空间模块带来补给和燃料 这次任务是中国希望在2022年底前 建立自己的天宫空间站 这是总共11次发射任务中的第二次 如果国际空间站按计划在未来几年停止服务 那么中国将是唯一人在外太空中 永久运营的国家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读者的留言 按关注度来选择翻译 真可惜我以为有人会下车 但认真的祝贺中国人做得很棒 两天前这里有传言说 中国的火星车可能不能工作 这次任务有失败的危险 中国人硬是打破了这样美丽的话语 使这些人的幻想破灭 我很好奇那些专家们的评论 几天前还想向我们保证中国人 仍然比美国落后几十年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1997年美国 2021年中国等于二个十年 不是吗 你在废话对吧 如果中国不在地球上造成如此多的暴行 我们也可以向他们表示祝贺 德国知事点评 对这个网民我很有印象 每次发言都是反中的 我怀疑的是台湾的网军1450 我真的以为中国在远东 而现在它竟然在中东 德国知事点评 这位网友回应上面那位反中留言 其实它是在批评目前的巴以战争 我喜欢中国在推动其太空计划时的 沉着和广度 同步推进月球 空间站 火星 以及更远的木星计划等等 显然没有预算方面的担忧 而且在公共关系方面也不动声色 中国人很聪明 并且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 该领域的学者 同时在中国他们崇拜理工科人才 就像流行明星一样 而在德国自80年代以来 搞研究的学者被认为是有害的废物 对抗中国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自2000年代以来就被浪费掉了 永久的 德国知事点评 感觉这位对中国的看法也太夸张了吧 科学家在中国的地位好像没有那么高 不过现在在慢慢改变 科技人才地位最差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那时好像有这样的说法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就说明那个年代科学家的收入很低 恐怕真的是这样 技术上非常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 在中国财富和生活质量的分配 仍然是如此不平等 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有大约1万美元 欧盟约为43,000美元 美国约为46,000美元 这表明中国要赶上欧盟或美国 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而且欧美都在继续增长 考虑到中国现在10多年的蓬勃发展 中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拥有和欧盟一样的生活水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仅欧盟与非洲的贸易额 就超过中国的12倍 中国将不得不做出所有的努力 来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那么追赶阶段就会大大的缩短 得我真实点评 我觉得这位读者说话电三导四 首先美国人他们的人均GDP是6万多 不是4万多 也比欧盟平均高得多 其次世卫组织不可能统计世界贸易额 第三我确信欧盟与非洲的贸易额 绝对不可能有中国的12倍那么多 而且我认为中非的贸易 应该比非洲与欧洲间的贸易更高 最后实现零排放 与缩短中国追赶欧美 我觉得应该成反比例才对 就是说环保措施越严格 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就越慢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读者 不过他的名跟上面一位是一样的 不过他后面加了一个1949而已 他说经济增长的变化率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方面中国远远胜过所有工业国家 美国和欧盟的年增长率在1.2%左右徘徊 而中国的年增长率则在6%到9%之间 绝对数字是用复利计算的 因此中国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 但关键一点的是 其中14亿人都会获得一定的好处 它确实如此 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看出 是好奇心驱使人类超越极限 人类不管他们是美国人 中国人俄罗斯人还是其他什么人 都不应该是问题 无论谁成功 我都为每一个成功的太空研究项目 感到高兴 很好 但要是中国不会让它的21吨废料 不受控制落到地球上 那就更好了 其他每个航天国家现在都能做到这一点 德国知事点评 大家看到了吧 西方媒体炒作 所谓中国太空垃圾威胁 这样的洗脑已经起作用了 就像西方炮制维吾尔集中营谎言一样 为什么 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说 这些垃圾会落入大海中 后来发生了什么 它掉进了大海里 正如计划和预测的那样 也许我们的媒体只是需要个头条新闻 对那些认为我们在火星上 有太多的火星车的人来说 这里有一个倒位口的例子 欧空局和航天公司Roscosmos 将在2022年9月的一次联合任务中 向火星发送一辆火星车 被命名为洛莎林富兰克林的 ExoMars火星车 将有望成为欧空局的第一个 成功到达目的地的火星车 很好 我们现在可以从中国方面 看到这个贫瘠星球的更多照片 我把它称之为进步 让我们看看谁的图片质量更好 火星探测吃力不讨好 毫无意义 从美国人的反应来看 他们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仅此一点 就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认为值了 而且他们当然也学到了很多技术性的东西 中国的黑客和工业建立做得很好 这里的很多东西在我眼里都是抄袭的 得我这次点评 这位德国人大言不惨 难道德国比中国更早 成功的把火星车降落到火星了 这人讲话不经大脑 看来被活在大脑了 不过他被踩得很厉害 真的吗 你是否也会好心的去证明这一点 他不需要 因为他本人已经被中国黑客黑掉了 现在主席读者也给上面说中国黑客 抄袭的讲道理 他说理查德你会做数学题吗 有13亿中国人 多一点或少一点并不重要 如果只有10%的人有工程学位 那就有1.3亿中国工程师 这比德国人的数量还多 即使其中只有10%的人是天才 那也有1300万个天才 美国人的太空计划只需要一个聪明的人 就能登上月球 来自有历史问题的德国 暗示中国只会偷窃一切 只是图写你的某种优越感 而中国人现在几乎在所有领域 都比我们有优势 这是明镜周刊的报道 以及节选出的几位读者评论 我们接着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读者评论 总体来说 德国媒体关注度不是特别高 刚才的明镜周刊只有50多条评论 到目前为止 世界报只有8条评论 其他媒体干脆就没有读者评论 当然大多数德国媒体没有评论功能 祝贺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杰出的成就 毫无疑问 这是中国科学家的一项超级成就 与欧洲人相比确实如此 与美国相比则不然 中国仍然远远落后 目前美国有两个能力明显更强的火星车 在火星上积极开展研究 毅力号 而且已经8年了 好奇火星车在古赛夫火山口 另外两年来还有洞察号探测器 带着地震仪探索火星内部 以及两个运行中的火星轨道器 分别在轨道上探索了20年和16年 为火星车提供数据传输 中国人只是想表明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而且他们确实有 接下来的目标是否是火星 我不确定 我认为在中国建立了空间站之后 他们会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基地 或者先让中国人登月 那么他们会比美国人更出色 在国际空间站关闭后 那就只剩下他们了 然后他接着说 如果能像建磁巡浮列车 发展经济和阻止新冠病毒 等等那样快速的话 那么在未来几年内 我们将在月球上 有一个中国人建立的月球基地 我希望我们也能得到一张机器的自拍照 我怀疑它的外观 与美国的前辈非常相似 众所周知 中国有优秀的科学家 但很少尊重知识产权 好 这就是世界报的读者评论 报道本身内容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总结一下 大体来说 德国读者还是比较佩服中国的航天方面成就的 虽然有少数人抱有成见 但被其他读者踩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方面 德国人还是明辨是非的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